今天請教艾菲兒老師 老師哪些星座的男人 結了婚就變了個樣 那麼這個部分是很重要 所有的女生都來仔細參考一下 你的另外一半有沒有上榜 請大家參考太陽還有上升星座 那麼第三名上榜的太陽上升 如果是處女座的朋友 婚前婚後有一點不一樣 可能會上榜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男生的如果是處女座的話 婚前是非常體貼 但是婚後變成一個什麼樣 婚後就變成囉嗦 那麼 是 她婚前會這個按照這個 每天的這個天氣 都會叮嚀她的女朋友 或者是說 你今天可能會下一點雨 那麼你可能要帶一把傘 或者是今天有點推東北風 可能會比較冷 你要不要戴一件外套 非常的體貼溫暖 會關心女生的一些 一天的一些作息 但是婚後以後 她開始會變成很囉嗦了 她會雞雞喳喳的一起碎唸 讓女生會覺得說 哇 怎麼婚前的這份體貼 完全變成婚後的囉嗦 她開始會囉嗦 女生的穿搭 會覺得說 你現在又要再買衣服 她就開始碎碎捏 說她現在不景氣 你還是以前拿 以前的舊衣服 再拿出來穿吧 或者說你穿的比較少一點 她就覺得說 你這樣穿 到時候感冒了又要花錢 非常的就是滑不來 那諸如此類的這種婚後 啰嗦的狀況 會讓人家會覺得說 真的是處女座男生 婚前婚後不一樣 再來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如果是男生的話 婚了結了婚以後會不一樣 是天秤座的 我們看看我們的來賓 或者是觀眾朋友 你的另外一半有沒有人上榜 那麼天秤座的男生 婚前非常細心 但是婚後會變得比較隨便 怎麼說呢 這個天秤座的男生 他在交往的時候 會非常的細膩地去察覺 這個女生的生活當中 他的喜好 或者他的感覺 都是很細心地去察覺 女生的這種微妙的情緒 但是婚後以後 他覺得說 既然已經是我的老婆了以後 對他的情緒跟喜怒哀樂 他就覺得視若無睹 或者是變得隨便 那麼時間到了 這個天秤座男生要去睡覺 他就去睡覺 完全不管女生 這個時候可能還在洗衣服 或者是燙衣服 或者是還在準備明天 小孩的便當 他完全就會比較隨意 會覺得說 你弄完再睡吧 或我先去睡 你不要吵到我 會讓人家覺得說 天秤座男生 但是婚前細心 但婚後有一點小隨便 再來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陽上升 如果是這個星座 巨蟹座 結了婚以後也不一樣 巨蟹座男生 婚前絕對是非常浪漫的 但是婚後小心 巨蟹座男生 有一點濫情 對 很多的巨蟹座 真的 巨蟹 你的另外一半是 前任 前任 剛剛講的那個故事 是是是 這個浪漫的男生 真的會幫女生 就是說 綁蝴蝶結 不是綁蝴蝶結 綁鞋帶 或者是說 女生所喜歡的 各種的感覺 他都會去 盡量去營造那種 被寵愛的感覺 但是婚後的巨蟹座 他會把這一份愛 泛濫到這個女生 或者是他自己 新認識的朋友的身上 會變得比較濫情 他沒有辦法約束 自己這種浪漫的感覺 只對於已經結婚的 這一個伴侶 他的這種濫情的感覺 有時候 事後讓人家覺得說 哇 原來巨蟹座男生 真的是讓人家 跌破眼鏡 那麼處女座 天秤座 以及巨蟹座的男生 婚前婚後會不一樣 這個圖板給大家做參考